微波爐燈亮运转不加热 怎么回事 有客户说它微波爐运转 灯亮 但是就是不热 其实小哥问你还挺多的 我们去看一下 就是这个微波爐 这品牌也不知道什么品牌的 看这个开关 直队的高火 我们直接倒点水试一下 可以听到运转的声音 这里面电也是尿热的 看着运转的正常 不过这里面水一点都不热 直接把电拔掉 我们先看一下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打热库这里面就这样子的 像微波爐运转不加热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的 不过我们最主要的 简单三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这个白颜色 这里面的高压保险室 第二个就是这个磁空管 第三个就是这个黑颜色的高压二级管 基本上也就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我们首先看一下 这个里面的高压保险室 有没有传坏 看到好像还可以 没有坏 现在的装好 再来测量一下 高压二级管 z 万样没有调到 欧木的 没有急穿 再来测量一下磁空管 也没问题 然后我们把物部炉打开 测量一下变压器的这两个角 有没有奥奥奥交流电 看222的电有没有过来 你们看 这边有220电压 电拔掉 像这边测量都是好的 220电压也是有的 基本上可以判断 就是这个磁工馆 损坏了 因为它磁工馆也都坏了 是测量不出来的 我们车这边是没有漏电现象 但是不代表它是好的 所以我们直接把磁工馆给它更换 我们再来试一下 大部分都是它坏了 磁工馆撤下来了就这样子的 好我们就把这个放上去 一装上去了 像这边就几个螺丝 这旁边有个固定螺丝 下面有两个插线 好了 现在我们擦电试一下 这里面蒸也是亮亮的 跟鱼院的运转情况都差不多的 好 你们看 有蒸池了 对 已经热了 看到不 嗯 对 解决 证明这个微波炉不加热的问题就解决了 电拔掉了 所以说这个微波炉 通电运转不加热 就是这个磁工馆坏了 一换就好 其实这个问题啊 非常常见 这坏的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到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首先 检查一下 这个高压保险室 然后看一下二级管 然后再看一下磁工馆 如果测量度都好的 再看一下这二百二有没有 有的话 直接换这个 好了 等会把这个微波 壳子全部做好 这个微波就搞音了